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于宾小时宾 然后录这期的时候嗓子还没好 所以那我测试听 这周是加更里期 为什么叫加更 是因为我的好朋友 九连真人终于终于终于出新歌了 然后作为朋友的乐队 然后也是 我算是我看着他们成长的一个乐队 他们出新歌的话 我必须要出视频 更何况他们写了一首 可能是乐队迄今为止 最厉害的一首歌 叫做《我负累》 如果是还没有听过这歌的人 可以先看一小段的MV 感受一下整个这个歌的氛围 然后我再来细讲一下 这首歌到底厉害在哪 我先从总体说一下 这个歌好在哪 我一般情况说好的话 首先这个歌第一得好听 你说你一歌音乐写的不好听 然后你强调这笔歌里 有多少创意 多少技巧 那没用 歌曲就是歌曲 创意技巧这些东西 都是为歌曲服务的 所以在我的标准里 一首好歌 首要的就是好听 然后在这基础上 我们才能去分析细节 《负累》首先好听 其次是这首歌 没有明显的主步歌结构 为什么说没有明显主步歌结构是好 因为主步歌实际上是写作的模板 就是你套模板去做一个东西 我们觉得OK没问题挺不错的 但是不牛逼 但是如果你不用模板 你做一东西 还把这东西做得特别好 我们会觉得OK 这是神来之笔 或者说很有才华 除了结构上没有用到模板之外的话 这首歌在和声的这个进行上 也是没有模板可言 什么是和声上的这个模板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的1645 1625 包括爵士乐当中说的251 还有12小姐Blues 这个都是和声模板 就是说它有一个固定走向 你只要按照这个走向写 很难难听 应该说是 在九连的很多很多歌里头 他们都没有和声模板的概念 我觉得这也是九连这个乐队 听起来跟其他乐队 有明显不一样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有就是这首歌 整个首歌的行进过程当中 它包含了一次变速 包括变速当中 一些节奏点在上的设计 让人觉得真的挺花心思的 九连应该是有一年多 没有发新的作品了 但是这首歌的话 我觉得对得住这一年多的积点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就以每八小节做一个单位 然后说说这个音乐当中的 一些小的心思 小的这个细节 说完之后的话 大伙可能就能感觉到 这首歌的确是一个 写出来得来不易的一个东西 以及可能有的人就明白说 为什么我觉得这是 九连迁今未知最好的一首歌 或者说九连写出一首 史诗纪的作品 然后为了让大家更清晰的了解 这首歌的每一个段落 B站的版本会在下边 分好了这个段落 12345的78 但是其他平台的话 可能就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没有这功能 这首歌一上来 先是吉他 然后加上了效果器的 这么一个声音 然后他弹的内容非常简单 就一个C和一个G 他这里边用了八度效果器 和一个应该是颤音类的 这么一个效果器 加在一块出的这个声音 如果你刚弹这两个音的话 这两个音不会这么丰富 但是加上这两个效果之后 一下这东西就丰富了 然后我觉得这里边用的最好 是那个颤音 为什么因为首歌叫富泪 汉音呢就有一种什么感觉 就你背上一个沉重的东西 然后颤颤巍巍 腿发酸的那种颤抖的感觉 第二段 这段的话前面的东西 相当都保留了 但是这时候加进了它唱完了 同时鼓的节奏发生了一个变化 你听这个鼓的节奏有没有马蹄的那种感觉 像是马赛六弯的那个感觉 这个马蹄的感觉呢 其实就是在鼓当中有一个节奏 叫做suffle 但是呢它演奏的这个东西呢 跟传统的suffle稍微有点不一样 就是传统的suffle 所以右手的话经常会去敲彩茶或者钉钉 但是呢 它的右手主要是打的军鼓的边 所以呢 它的音色不一样 但是节奏是一样的 这是挺好玩的一个打法 第三段 然后这段的话唱的部分没有了 但是唱的那部分的旋律还在 是由小号去代替的 九连是因为有小号的乐器的存在 所以特别特别的占优势 因为小号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歌唱感的乐器 同时呢 它的音色实际上有比人声更加嘹亮 所以在阿龙唱完之后呢 阿麦的小号重复一遍阿龙的旋律 这样的话 既起到了这个旋律加深印象的这个作用 同时呢 又因为小号的音色 然后能够把这段旋律给送出去 第四部分 这部分的话演唱又出现了 然后呢 鼓也比刚才要强烈了 以鼓跟领鼓加进来了 整个这段鼓 你会发现比刚才都要厚重 这个就是用乐器进行的层次的铺陈 如果我们把这首歌 最开始的那段吉他 作为一个总的线索的话 那么截止到这一段 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段落 但是每一个段落 因为乐器之间的一些差别 让你听着不觉得疲惫 然后第五段的话 这个段落山跟第三段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把小号拿掉了 加入一个 这个 是干嘛用的啊 是来模仿登山的时候 换气的那个声音的 所以这首歌特别适合给彭磊 跟那个彪子使用 尤其他们登山的时候 听这个作为背景音乐 能够良好的控制呼吸 这个昂恒听着特别特别简单 但是呢 其实录的时候特别特别难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这个昂恒这和声呢 我也参与了 首先它不是昂恒 它的发音是昂恒 然后它难点在于什么呢 这拍子的位置特别难找 它是在前一个小节 四拍半的那个位置开始 然后等到下一个小节 第一拍的位置结束 当然有的人可能觉得简单啊 但是我自己录的时候呢 反正录音师快跟我急了啊 说你这节奏感实在是不行 然后第七段啊 这段开始变速了 之前的速度都是104 这段速度变成了160 然后这段的话 极特分解开始了 贝斯也更加更加的充盈了 然后呢 鼓的话也更加琢磁了 然后感觉到了这里的时候 这首歌要往下一个阶段 去进发了 第九段的话 这段呢 是接着上一段走的 七月部分没有明显的变化 但是人生加紧难了 受罪 负累 谦卑 心非 歌词不多 但是留的空隙特别多 这是我观察九连的音乐 包括一些其他的客家音乐的时候 歌词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并不想给你一句 大白话 而是想给你一些词汇 让你拿这个词汇 照应自己的生活 然后去想 这个词汇 为什么要被唱进歌里头 他在今天这个时代 到底这个词有什么意义 第十段 然后歌词的话 就是上 然后这一段呢 最有意思的话 是鼓的设计 因为鼓手 吹蜜的话 非常非常喜欢 Mr. Big 那个已故的鼓手 叫做 Petorpe 借用了 Petorpe原来用过的 一个节奏型 然后以表 他对这一鼓手的致敬 这个节奏 虽然是 Petorpe用过 但是的话 并不是他创造的 这个节奏的话 在早期的乡村音乐当中 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 这个节奏叫做 Champ Beat 第十一段 这里跟之前的第三段是一样的 都是用小号再次代替了一次人生 只不过这部分 小号吹的旋律 没有重复之前的 那个人生部分 而是他用了小号 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号召感 把刚才人生当中 唱词部分的去闯 去搏 这个东西给烘托起来 其实这个 有点像我们看战争片的时候 有时候会吹那个 冲锋号 但那个用法 就是让小号 在这里面起到一个鼓舞的作用 然后第十二段的话 这段跟第九段 80%都是重复的 另外20%没有重复的 就是小号的部分 小号走的旋律 跟上一个段落 是一样的 听这首歌的时候 会发现 他们在处理编曲的时候 经常会通过某一个段落 加一个乐器 或者减一个乐器 然后来让这个段落 显得层次感更加鲜明 而且这个加减 它不是突兀的 它是慢慢来的 比如小号这个声音的话 当然你听 如果它是这段 才加进来的 你就会觉得它突兀 但是它从上一段 已经开始跟你买好了 然后这段再进来的时候 你觉得很自然 然后第十三段 这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新的段落 和刚才有小号 给人往前冲的感觉 那个段落正好相反的 这一段的 那个段落的感觉 那劲儿伤是卸下来的 它为什么要给人这种感觉 是为了配合歌词 兜兜转 人需要的沉醉 相拥着巨大的卑微 因为整个这段歌词 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省的 然后自省的时候 相对来说 就会安静一点点 然后这首鼓的节奏 也是这个感觉 咱们稳住了 慢点来 慢点来 然后第十四段 这段呢 是吉特的Riff 这个吉特的Riff 弹得非常非常好 好在哪儿啊 好在简单 同时它有那种山野的味道 这段呢 实际上是八个小节 但是呢 你待会听的时候 你就发现 它没有弹八段Riff 它只弹了四段 这里它用的是 什么方法呢 是听觉错识的 这么一个方法 就是在节拍器里头 听的速度是不变的 但是整体的速度慢一倍 原来可能一小节 可以演奏完的东西 它分两个小节去演奏 这会让你觉得 它突然变速了 实际上它没有变速 它只是像孤山车一样 孤山车有那种 特别跌宕的地方 也有那种 相对来说 平缓的地方 然后第十五段 这段的话 跟这首歌一开始 那个段落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吉特的思路呢 跟第一段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鼓跟贝斯的律动 是变化的 你看这一个 又用到我刚才说的 那个东西 就是同样有一个元素牵引 然后周边的其他元素 发生变化 这就特别像什么呢 说特别像是 这个面条跟菜码的关系 就你今儿个吃的 可能都是炸酱面 但是呢 这顿呢可能是黄酱 下一顿呢可能是达鲁 吉的 它里边是同样一个东西 但是贝斯跟鼓的那个配合 它可能是给另外一个东西 这是这首歌当中 用到非常非常多的 一种 让人感觉层次丰富的 一个技巧 整个这段贝斯呢 相对来说是 比较像湖水平静的 那个水面的那个感觉 让大家留心听后半部分 后半部分的时候 军虎稍微进来一点点 相当于是把平静的湖水 打出一点点的 那个涟漪的感觉 然后第十六段 七月上跟上一个段落 几乎是一样的 只是呢 它加入另外一部分人声 歌词它唱的是 叮叮弯弯的山川 像是卷卷弯弯的月亮 然后可以留心听一下鼓 鼓的话并没有打满 它是在每次 阿龙唱完的时候 气口一收的时候 打两下那个 插片 然后稍微给一点点的 那个福点和修指 然后第十七段 这是跟第十段是呼应的 小浩代替了阿龙演唱部分的 那个旋律 还是刚才说的那一方式 就是替换其中一样乐器 让整体听起来很不一样 然后第十八段 和上一段是延续的 只不过小浩的声音没有了 取而下之是吉特的Riff 第十九段 也是上一段延续 然后呢吉特还是Riff 只不过换了一种Riff的方式 第二十段 这段呢 实际上跟第十一段 是一样的 但是速度发生了变化 你去对比 第十一段去听的话 会发现 小浩的演奏的旋律 是一样的 但整体速度慢了一倍 然后第二十一段 这段跟第七段 其实又是一样的 近似的吉特演奏方式 与此同时加入了 122段 这段跟第十段是一样的 然后二十三段 最后这块做一个快速的收尾 这个呢 就是整首歌附类的 一个结构分析 我自己是觉得 这歌写得非常非常厉害 但是啊 如果非要春毛秋刺一点的话 我会觉得 第二十二段 和第二十三段 是可以不要的 到了第二十一段 作为一个结束 就OK了 就如果按照风格划分的话 这是就连之前 应该没有过的 一首艺术摇滚作品 什么叫艺术摇滚啊 就是你可以想象的 立交桥 尤其是类似于西志门桥 北京著名的西志门桥 这样的一较桥 就是它能走通 能走通 但是呢 它结构 非常非常复杂 你看上去 感觉总是会迷路 但是他们 自己修桥的人 他明白 这桥是怎么盘的 我说这些东西 如果你是一个 只看歌词的人的话 那么可能呢 这些东西 对于你来讲呢 会更明白 歌词跟音乐之间的 它那个交叉 那么如果你要是 对于一首歌 是如何诞生的 这个话的一感性格的话 那么可能这期 节目对你 会有一点点的帮助 当然如果你要是 做音乐的人更好了 希望这一期的 节目的分析 然后能对你 做自己的音乐的时候 然后能让你发现 自己的音乐当中 为什么跟有的音乐 它有些差别 那些差别 有可能是在哪 然后最后一点时间 说回到九连 其实九连真人 在乐队圈里边 是一个特别人眼红的名字 因为他们真的是 一夜时间成名的 所以这行业当中 有些个别的乐队 他们会以各种方式 瞧不上九连 但是人家付出的 努力足够多 我平时接触下来的话 发现他们 其实研究的最多的 就是音乐这块 业务上的东西 其实就我听到的 他们的新歌 已经听到十几首了 但是呢 他们十几首当中 终于有这么一首 作为第二张专辑的 第一批歌 拿出来 去跟大伙见面的 我想而知啊 他们对待这件事 非常非常谨慎 并不是说 把十准首写完了 就交差了 而是 而是一定要做到 自己满意为止 其实对于这个乐队来讲的话 想出一首歌 那简直太容易了 但是恰恰而遇的 这个阶段 如果想出一首 让自己满意的歌 那是反而越来越困难的 一件事 再加上乐队 是一夜之间成名的 其实很多行业的人 都是等着看他们笑话的 觉得他们第一张专辑 是凭借综艺也好 或者说是一种 创作上的偶然也好 都希望通过他们的第二首转辑 看 其实你不行吧 所以他们自己也知道 就是乐队的第二首转辑 对于他们来讲 是最最重要的 如果真的是 随随便便拿出 这首歌来的话 这乐队可能就 喊话一下了 那首歌不好听的 所以他们现在出歌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谨慎 非常非常的不随便 这样的话 能对得起大家的期待 同时也能对得起 《九年真人》这个名字 来之不易的今天